哈喽大家早上好我是莉莉 现在我在西藏拉萨 昨天我回来的比较迟了 从纳木村那边到了晚上10点左右 才回到了拉萨 挺累的了 然后昨天就没有更新视频 今天照常拍摄照常更新 现在先起床了 然后其他的队员都没有起床 就我起来了 好了 说完牙洗完脸了 抹点防晒 在西藏拉萨这边 特别是西藏地区 高原 特别的 紫外线特别强 辐射特别强 我都黑了一大圈了 真的是 之前老有人说 莉莉你是不是黑了 对确实我黑了 黑了不少 但是我也不是天生 就黑的那种体质 那种肤质 所以等我离开西藏 就会慢慢变白一些 基本是是这样子 夏天是来干嘛的 夏天是用来晒黑的 等到冬天是干嘛 冬天是为了舞白的 周而复始 这期视频呢 就跟大家说一件事 就是 接下来我就会回到 一人一车的自驾游状态 之前大家也看过我的视频 也知道了 我在香格里拉组了个小队 我们组了几个人的小队 本来一刚开始是三个人 然后加上三个男生 加上一个我 这四个人嘛 后来进了盲康之后 来了一个重庆大姐 然后就一起了嘛 然后对现在一直走到拉萨 现在我们也在了大姐 现在我们也在一起 大概组队了大概四十多天 嗯 经过考虑嘛 就是 我就想回到自己一个人的自驾游状态 大家都想回到自己一个人的自驾游状态 不是我一个人而已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这个小队 到时候就要分开了 分开了 到时候我就自己出发 自己从拉萨出发往新疆方向走 不可否认到时候这路上 我可能也会继续个队 但是 这一次组队不会组太多人了 也不会再跟 再跟太多人 太多的人去组一个小队 因为人多社多 有时候一个人最好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自由啊 不用去顾及那么多 行程啊 各方面啊 性格啊等等 这些不用去顾及太多 所以 一个人的好处就是这样子 嗯 但是 如果说组个队的话 有个好处就是 可能你在路上 可能有个伴啊 然后大家一起做饭吃啊 或者说 车子坏在路上了 可能有个噪印 不一定说他能帮你解决 但是至少说可能有个噪印没那么荒 大概就是这么点好处吧 然后 我就 接下来吧 就是我要自己一个人走了 路上的话 说不准 说不准 遇上有缘的好的 好的队友也可以一起走 因为之前怎么说研究了一下地图 从这个西藏 阿里地区到新疆 新疆13里营房 夜城那一块 哎呀 那一段大概也算是个无人区吧 要翻好几只个打板 大概海拔都是将近五千 四千多到五千 所以还蛮多的 就没办法了 那个地方可能就需要可能找个伴 结伴一下 就这样子 为了安全嘛 嗯 晒的我不行啊 晒的我不要不要的 昨天还被蚊子叮了 好了已经抹完防晒了 今天天气相当的还可以啊 相当的不错 我本来想说 但是貌似这边云层比较多 可能也会下一点雨 但是紫外线还是很强 我准备要检查一下车子 过两天就出发 一人一车嘛 所以还是得把车子检查好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这个轮胎 有点不够气啊 不够气了 四个轮子都不够气 这个轮子也是很明显 又压的有点扁 从侧面看嘛 就凸出来了吧 说明气压不够 等一下我得补一下气了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 大家看啊 现在已经变成了2.28了 要到2.5才行 再加 它这里默热2.5 好了已经加好了 2.5 2.5 哎呀感觉舒服多了朋友们 早上来一杯豆奶热乎乎的 舒服多了 老实说我这两天过得好疲惫啊 就是首先说身体吧 真的感觉特别累 酸疼 肩膀酸疼 脖子酸疼 整个人都很累很疲惫 然后也睡不好 去了纳木措那两天 然后再加上 心情上也不是特别好 心情上起伏不定 再加上周边发生了一些事情 也是感觉 让人不舒服 心情很不爽 所以啊大家不要老觉得 哎呀莉莉出去外面旅行 一定是很快乐很开心的 快乐只是一时的 常态基本上就是心情平复的 但偶尔也会有一些心情很不爽的瞬间 我感觉我今年过得尤其的精彩 如果说大家关注我的今日头条 就是我会每年毕业的那年起 2016年开始每年12月31号 全部都会写一篇年度总结 非常的长篇幅 大概可能也有几千个字 五六千个字的那种篇幅 就年度总结 还蛮多些人喜欢看的 我觉得我今年能可能会写出个七八千字来 就是我今年感觉过得实在是太精彩了 尤其是这两个月 我好像把我前面三十年没有经历的一些事情 经历了一遍 然后没有遇到过的一些人也遇到了 然后不想遇到的比较让人讨厌的好像也遇到了 感觉今年就是尤其精彩 所以 心累 有点心累我最近 不过一想到过两天我就要出发了 感觉还是有点开心的 然后继续一个人继续接着往路上走 其实我一个人的时候心情是很平复的 我感觉那个状态是很好的 但好像自从从我开始找结伴 组队啊或者说前面遇到了一些人开始 我就 开始变了 快乐的莉莉 什么时候回来呢 希望她可以尽快回来 就是这样子 好累哦 好了我要继续喝我的豆奶了 这一期视频呢 先给大家简单分享到这里 然后希望大家今天吃好喝好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 拜拜